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消息华本讲新增大约4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各位 五年前智云山一间车房爆炸 造成三人死亡的案件 误杀罪成的车房技工被判监八年 38岁被告黎俊豪早前在高等法院被裁定三项误杀罪 罪名成立 控罪说被告2015年4月 在智云山环凤街一间车房维修石油气的士的时候 石油气泄漏引致爆炸 导致三个人死亡 包括车房东主 的士司机 和车房隔离玻璃店的女东主 法官张惠宁判刑的时候说 被告明知而故意利用非法手段 从的士的燃料缸排出石油气冷却 同时拉下卷杂 目的是掩饰他的非法行为 被告自知不合资格 仍然按车房东主的指示整车 法庭有责任表达信息 非法处理燃料缸系危险和致命 被告过往也曾经使用同一种非法手段冷却燃料缸 所以大安指意地重施顾忌 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以监禁九年为量刑起点 被告不认罪 不获三分之一刑期扣减 但是接纳被告求情说 法律争议拖延了五年才开审 精神受压 给予一年的扣减 三项控罪刑期同期执行 无线电视记者 吴森鱼报道 消委会调查市面的薯片和虾条等香脆零食 发现大部分含可致癌物质 脂肪和纳含量亦都偏高 建议市民要小心控制食用次数和份量 薯片 薯条和虾片等香口东西 一向都是热门零食 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很容易一包摘一包 不过消委会检测市面上77款 预先和非预先包装的薯片 薯条和虾条等香脆零食 发现70款含有可致癌物质 丙兴鲜胺 这款薯片 丙兴鲜胺含量最高 每公斤有2614微克 另外有55款预先包装的香脆零食属于高脂 其中卡罗B的紫薯条 759亚迅屋的薯条 和这款日清薯片 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就超过40克 超出食安中心的高脂标准一倍 如先包装的虾片 虾条 粟米脆片 粟米条和礼物片的样本 也发现平均纳含量较高 当众皆知选原味虾条纳含量最高 每100克含1320毫克的纳 吃完整包大概等于成人每日摄取上限的七成 消委会提醒市民UGE零食的进食份量 特别在疫情之下大家都触不出户了 要来在家里 那拆薯片就容易成为了输颜的因物 小心控制食用次数和份量 以免涉入过量的丙起鲜胺脂肪和辣 第二 如果购买的是大包装的香脆零食 建议和亲友共享或者分批食用 消委会有建议 开封了的零食应该储存在密封的食物盒和密实袋 不要急着在一日之内吃完 无线电视机者黄线河报道 消委会检验市面15款婴儿配方奶粉 全部含污染物六丙二醇 检测的奶粉售价250到539元 六丙二醇含量最高的样本 如果按标签建议份量惠报 会超出欧洲食物安全局定立每日最高价涉入量 动物实验显示长期过量涉入可能损害肾功能和红性的生殖能力 全部奶粉也都验出微量的原 含量符合本地和国际规例 有九款也都验出基因致癌物 还养饼醇 全部含量低于欧盟上限 消委会说 婴儿配方奶粉是影响BB长远健康的重要粮食 建议政府留意国际发展 适时考虑引入规管 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4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而葵冲货柜码头出现爆发群组 已经有最少63人确诊 包括宏记港务操作公司的41人 不少是处理货柜和卸货的人员 业界要求当局由源头为海原进行病毒测试 避免交叉感染 葵冲货柜码头群组确诊个案里面 超过六成是宏记港务操作公司的员工 占管公司之前需要检疫总数至少三分之一 重招率高成为重灾区 有业界说一般货柜船在拍案之后 会先由码头管理层确认资料 缴结完即是不少确诊个案的工种 之后会上船松开货柜设货 在码头桥边的理货员就会负责核对货柜资料 再调配运走 有业内人士说 找结完上船之后 和海原接触的机会不多 但可能会透过间接接触重招 可能会要找东西 或者是接触一些他们需要找的工具 他们都会有机会接触到 船上有这么多物件 如果船上有人确诊 他有很多物件都会遗留了很多病毒 据了解 宏记的员工主要是在1号和2号货柜码头工作 不会去其他码头或公司 宏记也没有请散工 但是同公司所有员工 会共用由货柜改装的休息室 40尺地方同时能够容纳十几日 现在宏记已经暂停运作 对于是否要关闭货柜码头或局部停工 工会就认为未能对症下约 你封了货柜码头 所有东西都一样有食物格 你去香港是否不用吃呢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程序里面 你能否做到一个很严厌的防疫 如果你连船上里面的海原 都不知道它有没有确诊 你又放了它进来 这些船上工人去接触的 证明这个漏洞是非常大 而你是不去堵塞的 他建议当局为所有的海原 进行快速测试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才被码头工人上船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导 据了解 政府正是考虑放宽食事 晚市禁堂食时间 准许营业至到夜晚8点或9点 最快今天交代新案牌 食肆晚六朝五禁堂食的措施 实施了快一个月 期限在星期二届门 超过8000间食肆要提早关门 甚至是全日停业 而本港新增的个案 连续两个星期回落去到双位数 业价要求放宽限制 而据了解 政府正是考虑允许营食时间 由约6点 延至晚上8点或9点 但仍然亏限最多两个人一张桌 而桌与桌之间 亦都要保持至少一点五位的距离 业界相信可以增加两至三成的生业 形容是救命负 若然是开放晚间的堂食的话 只不然我们要立刻 要在物流方面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在食物的供应那方面 人手的安排那方面 亦都要立刻安排 这个我相信都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有不少的员工 在这段期间 亦都希望可以快些复工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认为 疫情仍然反复 担心放松会让城大爆发 如果以防控的角度 我就觉得还不是时候的 始终还是商位数字 还有不少耐力不明的个案 再加上你快要推荐民检查 也都已经没有限制令去配合 那变成了性效又可能打到折扣了 他说如果放宽可以加入新的条件 例如是限制用餐时间 在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之内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 西营盘发生谋杀及自杀案 一个男人怀疑因为家庭糾纷 斩死爸爸之后跳楼失望 现场是西营盘高阶53号一个单位 警员封锁调查 案发在凌晨12点半 大厦康奸收到投诉 说一个单位里面有人争执 康奸巡视时在后行发现一个男人 倒饿昏迷 怀疑由高处墮下 救护员到场证实44岁男人死亡 警方之后到楼上调查 发现另一个男人倒饿在一个单位的大厅 身上有刀伤 伤者78岁 相信是墮楼男人的爸爸 送到马丽医院之后也证实死亡 警方在现场发现一把炎有血迹的35厘米长军刀 而墮楼男人79岁的妈妈当时在单位里面睡觉 事后不惜送丸 无线电视机者黄线河报道 上个月底每日有过百中确诊个案的时候 政府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 由新西兰 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澳洲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 成员国外长早前发表联合声明 说港府不公平地取消12名立法会参选人资格 并不合理地延迟立法会选举 除了新西兰押后大选 五眼联盟内多个成员国都因应疫情押后地方选举一年 无线电视机者蔡麗珠报道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据报中国近期大减稀土出口 可能是反制美国的手段 中美据报推迟原定上个星期六举行 检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展的会议 两国关系继续紧张 美国多返向中国科技业施压 日本共同社报道 中国反制手段之一可能是稀土 报道引述海关总署数字 中国稀土出口量今年初以来开始明显下跌 7月出口量只有1620吨 岸年大减近七成 部分原因和新冠肺炎疫情 令物流和海外需求受了有关 稀土是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 以至不同军事设备的重要原材料 中国占全球大约3成7稳藏量 但是产量占全球大约8成 因为开采过程容易污染环境 击使美国的稳藏量仅次于中国 严格的监管也都令到当地稀土业色味 现在大约8成依赖中国入口 虽然美国曾计划以提供资助等 鼓励业界分散来源 不过短期难有明显效果 美国过去周末加强针对中国科技业的行动 上星期五发布行政命令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要求中国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母公司自折跳动90日内出售美国资产 微远已经表明正是恰够TikTok 美国、加拿大、澳洲还有新西兰的业务 霍氏新闻引述消息说 英国也可能包括在内 美国也中止向中国电讯设备商 华为发出的临时出口许可 官员表明希望商界减少和华为的往来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天报道 看看港股表现 恒生指数是报25,570点 最新是升386点 总成交786亿 恒生科技指数升52点 最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升6元 小米集团升1.1号2 阿里巴巴跌8 美团点评升1.2 中国平安升3.5毫半 众人寿升1.29 营赋基金升4.4 港交所升7.6 约明生物升6.1 中国恒大跌2.5毫4 看看其他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2.5 邮邦保险升1.1毫半 中移动升5.5 港交所升8元 煤气升1.6 恒生指数期货 即月升491点 总成交8万6千多张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85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255点 日经平均指数跌149点 美元每价日元106.58 英镑1.3089 欧元0.7178 欧元1.1856 全体港元汇价对美元7.7503 每百日元7.2705 欧元9.1872 英镑10.1451 瑞士法郎8.5234 价元5.8493 欧元5.5624 新西兰元5.063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8 伦敦黄金每盎司买卖价 报1943.3 1945.3美元 本港九九金 每两部17950元 看起来天气 预测有几阵骤雨 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吹好时局部地区有雷暴 今晚大致多云 吹和缓东风 一点钟气温是30度 相对湿度76% 雷暴警告生效 控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8 强度属于甚高 新闻报导员再会